疫情期间很多艺人的工作停摆 台湾歌手周汤豪反而就更忙 又做音乐又首次执到广告 还包办剪接和配乐 所以有个新称号叫《斜干王》 不过最近他推出的新歌就引起网民热话 被指和韦斯密夫的儿子Jayden的歌曲很相似 那会不会被人安多个称号叫《抄歌王》呢 现在的音乐这么多人在做R&B 这么多人在做Hop-Hop 谁跟谁相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吧 我觉得现在反正大家都可以讲自己的想法 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想要做的东西做好 曾经多次被影到和网红着班小姐约会的周汤豪 被问到怕不怕网民各种的批评 又或者被人爆料会怎样面对呢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网络发达 然后大家言论很自由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出来讲很多的东西 但我觉得其实艺人也就是普通人 我觉得艺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做对的事情的时候 或是做错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想要过多的去评论 尤其是经过了今年2020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 好像有些事情不需要这么计较 然后在网络上面去爆料一些什么 或是去好像要去针对任何人做一些批评 今年是周汤豪入行10周年 但是就遇着全球疫情爆发 令他概叹今年的气氛比较悲惨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有爱的事情上 今年的目标就是活下来吧 真的啊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大家 我觉得我们很平安 在这片土地 所以我们感受不到说 其实在很多国家 很多人是还没有上班 甚至是还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是我们真的很幸运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比如在国外的 到今年到现在可能公司倒掉了 还没有上班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蛮感恩的 还可以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也告诉我自己 就是可以更正面的去跟身边的人分享爱 周汤豪透露今年会去台中参加跨年演出 还会赶在年底前再次推出新歌 至于新专辑就要等明年才做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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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